记不记得在先导课的时候ZIP说过这样一句话 作为老板你可以节省很多成本甚至促进销售 作为员工你可以大幅提升职场竞争力甚至下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时代有两大特征 第一个因为网络营销的成本越来越低 第二个因为手机拍摄的成本越来越低 然而现实情况是你的老板知道互联网营销成本低 但是他不会具体操作呀 同样你的老板知道用手机拍摄产品视频成本也很低 但他也不知道怎么拍呀 所以当你会拍摄产品视频的时候 你的价值就出来了 哪怕是外包制作团队 至少你也没那么容易被人家坑啊 如果说前面的旅游视频 脱口秀视频 活动花旧视频 更多是为了服务个人爱好和生活情怀的话 产品视频就是为赚钱而服务的 我们总结一下拍摄产品视频的几大原因 第一为了曝光 说白了不就是打广告吗 你不告诉人家有这东西卖 人家怎么会买买买呢 第二为了教学和演示 这些常用于高科技产品 化妆品还有家电之类之类的 因为功能性比较强的产品呢 不是每个人一眼看上去 哦我就知道怎么用了 更何况现在大部分人都是通过网络购物 不能亲自感受这个产品的话 如果可以看到一个产品的视频 消费者心里就会有安全感了 第三为了销售 这个还用我说吗 那产品视频一般有怎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 主体突出 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产品视频 它们往往都是在一个很干净的背景下 然后你想象了一部iPhone在那里闪闪发光 在一个简约的背景下 你的产品就会像腰间盘一样非常突出 第二 注重细节 为了展示我们平时肉眼看不到 或者被忽略掉的一些细节 产品的视频呢会经常用到特写 比如这个iPhone的 哇这个区别是多少多少的弧度 哇这么光鲜亮丽 哇这么 哇这个按钮是圆形的 或者是长方形的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展现它的做工非常精细 显得它非常高端 三 调理清晰 ZIP曾经买过一个通马桶的一个 气枪 但是在买之前 我对这个气枪的性能是保持怀疑态度的 毕竟我已经尝试了很多其他的方法都没有成功封马桶 但是这个产品的产品视频就一步一步的给我解释 你看是这样子做 然后这样子做 最后还有一个横截面的马桶做一个展示 那个视频就通过非常清晰的表达逻辑 把我说服了 最后买买买了 第四 音乐要得当 这还用我说吗 ZIP之前有接触一个化妆品的产品视频 他们的原始剪辑是这个样子 I'm a young soul in this very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what is true and fake But while this hate try to communicate Finding trust and love is not always easy to mak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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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问了一下他们这个视频制作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得知是一条产品教学视频 那么这条视频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很明显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不说明是个教学视频的前提下 我完全没get到 因为全程就是女主角在拼命的铺粉啊铺粉啊铺粉啊 然后就没了 信息量太少 而且信息的重复性都太高 第二 这条视频看完给我的感觉是 主角是这个女主角 而不是产品啊 这样就已经是很偏提了 对此ZIP向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 同时也向他们索取了更多的照片素材 在仅有的素材里面 ZIP通过穿插图片 重新梳理了一下逻辑 让观众知道下面用的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第一层要开始用了 OK 然后再用第二层 然后我用这个粉丝 当然还有在开头结尾 还有中间恰当的地方 加上一些描述性的字幕 那么整个视频的原始制作目的 就显得更加清晰了 对于观众来说 修改后的版本 是这样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个偶然的周末 蒙之花做了一下三明治 结果呢 非常好吃 ZIP就想 那我就拿这个做一个案例试一下 拍一个简单的三明治产品视频 剧本创作思路如下 关于什么 就是三明治的制作过程 食品类的产品视频 都往往很喜欢 把制作的过程呈现给大家 像麦当劳 可能接他们那些广告里 也经常用到这样的套路 当然ZIP是没有麦当劳 他们那么大的预算 也没有他们那么好的拍摄环境 所以对于剧本的 什么感觉这个方面 ZIP就把这个视频定位在 新鲜 健康 小清新 那要怎么呈现呢 首先 小清新这个感觉 主要是靠背景音乐 当然色彩缤纷的原材料 也为小清新提供了神助攻 那么健康新鲜这个感觉呢 我是通过拍摄日常的厨房环境 说明这个三明治不是食品加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 而是私房菜 而且原材料的表面 像番茄啊还有生菜啊 它们都是有很多水珠的 那这样的视觉呈现就会让人感觉 哦 这是新鲜的 我们当时的拍摄环境 其实就是在一个很简陋的客厅 然后配上一张成就的红色餐桌 取景方面 ZIP大部分用的是特写 这样子之后是为了突出主题 而且避免把周围杂七杂八 无关紧要的东西拍进去 OK 在我们观看正片之前 ZIP在最后讲一讲剪辑的思路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视频的长度大概在一分半左右 那其实这个视频剪辑的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按时间顺序 你看原材料 然后呢切啊打蛋啊 然后开始煮啊 然后再一片一片怎么样放在那个面包上面 最后成品 OK 就这样 那我们怎么让这个视频看起来更有意思呢 其实最关键的点就是音乐了 我找到一个很欢快很有节奏感的音乐 所以实际上就是要画面配合音乐的节奏点 踩准那个点 给出相应的画面 让它整个画面有节奏感 有旋律感 那看上去就会很有意思 很好玩 那我们放大看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你看这里好密集 这一块都很密集 而这里就是时间长一点 像这些这些就比较长一点 没有那么密集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适应它的音乐节奏点 而这些东西 比如说生菜还有番茄酱 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不一定需要等额的时间分配给它 有一些是可以很快速的闪过 有一些可以给它多一点时间 像这个 但是这个蛋就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对于素材你要翔略得当 另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 我在这里故意加了一个黑屏 这一块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纯黑的 这个也是为了适应它的节奏点 加了黑屏的地方其实有好几个 而且你会看到看黑屏下面这一块音乐这一块 它刚好就是一个空白点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 带领观众那个思想的节奏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花了点心思做的就是这里 在这里展示成品的时候呢 我先把音乐关掉 不要剧头太多 你会看到它的速度是从快突然间变慢 还有这里慢突然间又变快 以上讲的所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个踩音乐节奏点 因为踩节奏点就是这一条视频的核心 OK 我们看看正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脱口秀类的视频可以类比为议论文 那么产品视频就可以类比为说明文 虽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销售 但是产品视频往往都会使用展示或者说明的形式来吸引消费者购买 并不是像辩论会一样 我们这产品因为这点好 所以你必须赶紧买 在拍摄之前也一定要明确你制作这条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目的为展示和目的为教育的两个产品视频 他们的风格和拍摄手段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最有用的方式就是在拍摄产品视频之前 直接上网参考类似风格的产品视频 从中学习借鉴 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运用 perfect 这集课就到这里 Happy Filming And Cut